还是一条年轻人喜欢看的消息 昨晚我们杭州文广集团五周年生日晚会的邀请的文艺界明星并不是很多 那其中海豚公主张亮颖算是最大牌的一个 那这位五年前在超女舞台上一名惊人的四川姑娘 如今已经俨然成为了华语乐坛人气最旺的女歌手之一 昨天呢亮颖也是借入我们新闻六十分的镜头 向大家道了一声新年好 Hello大家好我是张亮颖 在这里祝新闻六十分月半月好 新的一年只希望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已 一身蓝色亮片连衣裙搭配黑色腰带黑色丝袜 打扮的女人味十足的张亮颖 是昨天晚会中最闪亮的娱乐明星 零酬劳献身的张亮颖 选择在杭州唱起离手很杭州的歌曲 印象西湖语 这首歌还获得了去年美国格莱美音乐奖的提名 另一首歌曲《我相信》是张亮颖加盟新唱片公司之后发行的首支单曲 亮颖说她的新专辑将在下个月正式发布 接下来张亮颖有一个愿望 就是来杭州开个人演唱会 因为我之前演出啊什么的来杭州这边也特别多 大家对我的歌也会比较熟悉 我想如果在杭州开演唱会会 氛围会特别的好 自从05年在超女舞台中一鸣惊人之后 张亮颖的歌唱事业不断发展 除获得格莱美提名之外 她连续三年蝉联中国歌曲排行榜最佳女歌手 今年更是入围中歌榜13项大奖 五年前超女舞台上 那个时不时会潸然落泪的海豚公主 如今已经俨然出头成为了华语乐坛 最具人气的女歌手之一 一方面外形上面 我觉得至少现在比以前 稍微会打扮一点 然后这几年在经过很多舞台的锻炼 我觉得自己在唱歌上面也有一些提高 杭州台记者报道 整场晚会的150多位演员 60多位幕后工作人员 几乎清一色都是我们杭州文广集团的自己人 除了主持人之外 还有我们杭州歌舞剧团和话剧团的艺术家们 参与表演的演员当中 有的甚至都获过国际大奖 晚会当中唯一的两组上台嘉宾 就是三位神州七号宇航员 以及海豚英公主张亮颖 航天英雄象征着杭州文广追逐更高的梦想 而张亮颖则是因为与杭州的渊源 主动来给杭州文广庆生 印象西湖的那个主题歌是他唱的 就他非常喜欢杭州这个地方 那么听说有这么一个活动 他愿意来参与作为嘉宾 昨天晚上的庆典晚会 可以说是高潮迭起 但是还有一个让人非常印象深刻的 就是咱们的焰火秀了 是